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ishy 李宗盛 我是Lisa 鄭麗莎 大家好 我是Larine 鄭月平 Larine 我自己覺得每個人的樣子和輪廓都不一樣 我覺得高矮肥瘦都有她的美之處 我覺得美是你的自信和如何發揮你的特長 例如我們今天看到的男模特兒 我們會叫她撥起頭髮看一看 然後女生我們可能會叫她隨便 展示多幾個不同的造型 我覺得因為沈美觀是很個人的一件事 最重要是你出場的氣場 你有自信就是一個漂亮和有性格的模特兒 我覺得我們舉辦這個比賽 我們想香港的模特兒不是只有一個漂亮字 而是要代表香港去到國際舞台 一定要身和心都要漂亮 所以我們這次舉辦這個比賽 我們也有慈善的元素 我們會鼓勵她們 帶她們去做義工 希望她們無論是思想上 或者她們的內涵方面 都能代表香港 我覺得都是自信心 剛才一出來 覺得漂亮起來 特別漂亮的是因為她有自信 消融和氣質 也會在眼神上 或者她是自然自然等等 都是一種評分的標準 主要是Lisa 其實是Jong 接下來我們會和她們一起去做運動 在運動的過程中 有些本身有操開的 可能都要增強她們本身的底子 如果一些沒有做運動的 體能上也要調整一點 可能一起做運動的過程 不是她們一定要健身 而是她本身的態度 性格上 會不會一起去做 或者看看她在運動的過程中 內在性格是怎樣 都是一個評分的標準 而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也好 Artist也好 模特兒也好 你最重要的是 你對你的未來有畫面 即是你要幻想到自己的畫面 你才會走得長遠 還有你有計劃怎樣走下去 這個也是我今天做評判 我經常都會問一些參賽者的問題 就是你腦海裡 自己不負責任地告訴我 不用考慮那麼多 你會直接告訴我 你以後你心目中 你想做到什麼位置 以及你是一個怎樣的model 這個問題我都問了很多不同的人 我自己都學到東西的 其實接下來都會有一些自己的作品 會推出 都順便在這裡 透光可以默色一下 不過今天真的看到很多 不同類型的model都有 還有我看到有些是很小 18歲 但是一些氣場 一些都不輸舌 很厲害 所以非常之不錯 很有膽量 還有因為我自己本身都ViuTV主持 我也很開心看到很多 很多參加過全民造星1和2的參賽者 都來 他們可能之前沒有選到 沒有贏出的比賽 但是他們都爭取了這個機會 特意過來 再看看有沒有辦法發展 我也覺得很開心 還有今天看到很多追夢的人 是的 他們很勇敢去告訴我們這群陌生人 就是我為什麼會參加這個比賽 是因為我經歷了什麼 我將來想怎樣怎樣 真的很開心看到一些有夢想的人 其實這件事也挺赤裸 站在這麼多人面前去說 我是真的想做model 這個不是人人都做到的 還有我們有一些職場的測試 譬如說我們給你一支螢光不理 男生給你一支唇膏 你要最帥 走出來銷售到這件產品 以及銷售到自己 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即時的難題 考驗他們的應變能力 所有等等 我覺得參加這次比賽其實很好 因為其實這個比賽 有這麼特別的模特兒比賽 都是給很多年青人一個追夢的平台 透過這次比賽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操練 有些訓練可能在體能上面 或者會教他們怎樣走路等等 都會有一些訓練給他們 都希望他們透過這次的過程 可以令他們的生活當中 都有一些色彩 其實輸贏也不要緊 在一個過程 享受和盡量做好自己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希望我把我自己認識的東西 去教導給他們 以及也可以把這個平台繼續宣揚開去 今屆完之後 下一屆下一屆再繼續宣揚 給不同其他朋友參加 那就越搞越好 我覺得其實首先 香港人的特質是勇敢 以及很機智 對所有東西的要求也都很高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爭取今年香港 能夠做這個賽區呢 因為我覺得我們香港 是不會被其他亞洲的國家輸蝕的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 我們有好的設計師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化妝師 我們有很多在演藝界很出色的人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把這件事 帶去國際舞台 令到無論是韓國主辦方 甚至其他國家 其實看到 香港不只是一個小城市 還有這個疫情 很多活動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 就希望有多一些東西 給觀眾看到 是 香港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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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好 我叫Ginnie 你呢 你好 我叫Carsten 今年28歲 身高1 對不起 107 我自己本身就是因為有玩1.7的直播 我在一個直播公司 公司有推薦過 我從而得知 我在Instagram 首先謝謝大會 因為大會Face of Hong Kong 邀請我參加這個比賽 我看過整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這個挑戰 所以就參加了 Thank you 其實我是第一次因為參加這種類型的面試 那我就比較 你做得很好 謝謝 我是有點緊張 我出汗了 因為 剛剛那個評審 因為始終都五對眼睛看著自己 其實真的有點緊張 那你呢 我覺得挺開心的 因為首先 所有評審 其實都 我覺得很Nice 所以 就會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你問我 我之前是 有做過 對 我之前因為有比賽過 但都一定會緊張 但我看到評審那麼Nice 我都會放鬆一點 我自己本身因為都是 講話比較多一點 反而做平面的事情 或者做一些 模特兒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那麼擅長 我自己本身 所以如果我介紹產品的話 其實我應該是 我自己的成算挺高的 對 我剛才也聽到你介紹得不錯 如果你問我 我就 因為 首先我覺得 如果我們剛好是 轉換了性格 去介紹大家對方的產品的話 其實我覺得 譬如我剛才拿著唇膏 其實我的角度感覺是 一個男生 買給我身邊的女性朋友 在一個角度去做一個推廣 或者推介紹 所以我覺得 其實沒有分特別的性格 因為其實唇膏不一定是女生用的 男生也可以用的 因為 因為 現在又變了幾個經濟的 男生 所以我才會很愛 大家好 我是黃德生Dixon 是一個TVB的前進 好 我是黃德生Dixon 大家好 Hello 我是劉凱琦 大家可以叫做Hidy 其實都是直播上 一起直播上 我們得知這個活動 經理人去呼呼我們 不如你嘗試參加一下 我們就嘗試去參與 然後去這個初選 然後我們就很幸運地 可以贏到頭四名 這個活動是頭四名 就可以有資格參加 你覺得怎樣 我先想想 你喜歡 很緊張 因為我比較少Catwalk 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剛才是完全是協場的狀態 然後我很少穿高跟鞋 所以剛才的評審 第一句就是問我 是不是很少穿高跟鞋 我就是覺得 這一方面我要練練 沒有稱讚你很白的嗎 沒有啊 我覺得很白的 不是 他沒有說過你什麼 他只是問我 究竟 他有問過你的頭 我的頭很白 他會說我頭很白 所以我演得比較黑 他會說 其實 剛才他問我的問題 大致上 就覺得 究竟你跟藝術和模特兒 那樣東西 究竟能否處理 之類 其實表現上 我覺得 剛才也是因為我在他後面 其實我聽到他的回應 其實是OK的 是他緊張而已 其實大家都 正常見評審是緊張合理的 有一個評審是遲場的 先講一下大家 哈哈 先講一下 我那一刻 沒有拿這個產品 但你有拿產品 是有的 他叫我拿了一支唇膏 然後再走一次 給我多一次機會 我穿著高跟鞋去走 走完之後 叫我 銷一銷那支唇膏 但應該是由於我太緊張的關係 我已經不記得了 是要銷唇膏 那我知道 這支唇膏你覺得 如果再銷唇一次 你銷唇不銷唇 現在 因為我沒有用過 所以 這些不是好的 不是亂銷唇人的 哈哈 那我不會 其實應該是說 這個年代 其實已經是很開明 所有東西都 其實男女之間的東西 很普遍 不需要有任何的尷尬 反而 如果你可以買到 銷唇到你的專業 其實反而 會更加吸引到 客人去注意 其實我覺得 對 這個年代 最重要是 產品的廣告 是怎樣設計 怎樣銷唇出來 男性 剛才所說 可能買衛生巾 都是一件不錯的 一個技術 尤其是 現代的產品 越來越有 才可以賣出來 其實沒有所謂 我覺得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希和 Jamila 我是黃海宜 Yuna 我是Stephanie 我是在IG看到的廣告 只有這個比賽 我是在Facebook的模特兒網上看到的 其實我的朋友已經參加了 所以他就直接給我一個網 去參加這個比賽 我覺得自己太緊張了 但是 到現在都不錯 評判們都很好 我也有緊張 但我已經盡力了 我覺得OK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這些比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新奇的活動 但可能我不是那麼熟悉的模式 你呢?你有什麼 我應該想 我當然想 因為他們說話很有說服力 當然要去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他說話就有說服力 大家都會想做這些成功的人 對 對 我也覺得 因為他們是升級的評判 所以我覺得他們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 在行內 也非常有經驗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他們這麼聰明的人 我也覺得 會在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位置去做 還有 應該會挺有趣 因為我也是 半個身體踩入這一行 其實見到也會覺得很有趣 很想試一下 阿俄 大家好,各位太守候,非常好跑